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最重要的就是它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资本市场 所以资本加人才结合 资本加科技结合 资本加有为的年轻人结合 资本加梦想结合 企业就会爆炸式增长 但是资本会投资什么样的企业 第一 投赛道 第二 赛道你最优秀的车手 你得去跟资本论证 你的赛道有潜力 体量大 增长快 没有天花板 也许你的赛道是最好的 但是资本也不一定会投你 为什么呢 它要选的是优秀的赛车手 那到底什么样的赛车手是优秀的赛车手呢 你的效率是最高的 什么是效率 就是托客效率 资本为什么会给一些亏钱的企业投钱 比如说当年的弟弟打车 当年的南京咖啡 还有当年的Shoppy都是一直在亏钱的企业 一直都在烧钱的企业 为什么资本愿意陪着你烧 因为资本相信你可以烧出一条户城河 可以烧出最后的赢家通刺 所以你要跟资本拿钱的时候 非常简单 你要证明你的托客效率是最高的 你的托客成本是最低的 所以资本给你投了一千万 你就能烧出的用户比竞争对手更多 也就是你的托客模型比别人更先进 你的托客效率比别人更加的高 你的托客成本比别人低 所以流量打造课 是这个时代必须学习的必修课 还有如何打造这个时代价值千万的IP 也是这个时代必须学习的必修课 教大家如何低成本高效率比风险 的完成流量的获取 未来成为一家高流量值千的企业 想要学习更多关于新时代的财商智慧 来临星期六创富制造价值马币一千九百九十九的课程送给你们 你只需要成为朱书健老师的VIP 一年你只需要付款388而已 尽快报名点击链接 我们先下课程创富指导见 记得点击关注